大家好 我是林峰儀 嗨 我是錢子 好 鐵打的衙門流水關 這句話是韓國瑜今天 在市政總質詢的時候說出來的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上任之後 那麼要好好來服務市民 他也列舉了他在上任之後 又鋪馬路 又清水溝 但是他說市民滿意嗎 不見得 因為現在市民的期待 越來越高了 不過錢子我看到你今天的襪子 好像跟今天的總質詢有關 請大家導播 take一下我的襪子 紅襪 為什麼要穿紅襪 今天的重磅新聞跟紅襪有關 有人為了要拿好手氣好運氣 穿紅內褲對不對 今天紅內褲 紅襪都出場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搶這個質詢權 通通都要質詢 對 大家都想要 在這個質詢台的亮相 那只有大概估計起來 大概有12個人 有辦法來發言來亮相 所以大家就搶破頭了 所以才會有人 穿紅襪子出來 因為這個發言的人太少 可以質詢的議員太少了 所以每個人都很珍惜自己作秀的機會了 這個混亂的場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畫面 整個有人丟水杯 丟預算書 甚至還有潑咖啡的 都是因為這個辭職書 對 整個混亂的根源其實在這裡 這張辭職書 包括陳志忠 還有一些民進黨的市議員 把這張辭職書放到韓國瑜的鼻子前面 跟他說 你現在要選總統對不對 因為怕避免這個市政空轉 所以你必須在這邊 sign 必須在這邊簽名 你要我韓國瑜決定辭去高雄市長 專心去選總統 對 當然所以藍營就整個要來幫 韓國瑜來護航 雙方就開始爆發了又一波一波的衝突 你來我往 我想問一下韓翰 韓翰以前我們在跑立法院的時候 常常看到這樣的場景非常混亂 可是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可以看到場內當然就是一團亂 甚至這個國民黨籍的這個陳美雅 還說他被襲羞 然後還落淚 這個情勢非常緊繃 其實議場外頭也很精彩 韓本衝進去了 對 有民眾跑進來 大家那邊叫囂 來罵這些民進黨籍的議員 韓翰你怎麼看 以前我們認為只有在國會才會發生 現在高雄市議會全部都有 我跟大家講 講話要負責 國會也曾經比議會的記者少過 大家知道嗎 國會立法院也曾經比台北市議會記者還少 就在陳水扁當台北市議員 趙紹康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所有記者都去台北市議會 那是一個最厲害 有謝長廷 有陳水扁 有趙紹康的那一個台北市議會 那是幾年的時候 兩千年嗎 那已經是 那時候他還很小 那時候他還很小 我是觀眾 我是在旁邊看的 所以其實很簡單 那我講的只有我 對 菁哥 菁哥也知道 菁姐 議會為什麼人會多 高雄市為什麼人會多 因為韓國瑜 今天你看菁哥做我的朋友 最喜歡菁哥 為什麼 因為在我的採訪的年代 菁哥就是議會最強 到現在為止還是 中間去了一趟立法院 我以前在電視台當記者 因為我們知道 電視台記者 我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很直接 就把底盤寫給你看 我們1800 現在大家看 現在TVBS 我們看國軍大會 你看新聞台的話 現在正在播新聞 那個新聞大概六點要播 你四點 最晚到四點半 還不回公司去做這個 所謂SOT 來不及了 所以大家都去看 今天下午有誰 我只要看到王世堅 我馬上就會開SNG車 因為一定有重點對不對 南北菜叢大串聯 所以記者都會去 今天高雄市議會很簡單 過去高雄市議會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到現在為止 看了一整天的新聞 你現在各台轉 從49轉到56 我當然就56這邊 我們就停住了 對 Hold住 我告訴你答案 其他台你看不到的 為什麼抽籤 是不是幫韓國瑜晃手 我跟大家講 來 我給大家看這個是 高雄市議會裡面的 抽籤數據報告 別台一定都沒有 我直接給大家看 這只有我們國民大會有 本台獨家 我跟大家講 2012年9月28號 陳菊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高雄市議會 就已經決定了 市長的這個施政報告的 他的整個的過程 是用抽籤決定的 我再講一次 原來高雄市議會 從2012年928 就過兩天了 他早就都是用抽籤 那當初為什麼沒有打破頭 在陳菊時代 因為當時記者也沒那麼多 說實在的到4點都沒有記者 誰還在管你6點還沒有繼續開會 今天的重點只有一個 就是6點到6點半之前要結束 所以抽籤到12個以後的 就沒有辦法了 但抽籤是 我先跟大家講清楚 抽籤是以前就有的 所以今天你看所有電子報也好 定材也好 說為了韓國瑜要跑去跑選舉 所以改抽籤 這講話太不負責任了 2020年就是抽籤了 在台北市議會就是排隊 在尖科 他排隊去發源順序 時間也不一樣 高雄市議會是一個人15分鐘 一個小時大概就3 4個人 從2點半開始開會到6點多 要結束的話 你大概就只有大概4個turn 一個turn大概3到4個人 這就12個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一個關係 所以抽籤是原本就有的 但至於說 剛剛這個主持人前子 還有這個洪哥在講 為什麼會那麼多人 連參觀的人那麼多 因為是韓國瑜 過去其實成局時代的時候 也有這個比較 國民黨要質詢的時候 記者會去看 如果是民進黨要質詢 成局的時候 其實那一天也沒什麼記者 因為知道民進黨記者 不會去有強烈的質詢 那今天因為這個人 已經是總統參選人 總統參選人要被高雄市議員 你問菅哥羨不羨慕 菅哥就只能夠李柯先生而已 菅哥如果可以問到韓國瑜 他就不一樣了 蔡英文總統他是總統 連立法委員都問不到 可是高雄市議員 你看像斯剛他選錯地方選 他去年如果選高雄市議員的話 他現在就可以對不對 CP值很高 今天搞不好很累 就穿紅襪子了 立委都問不到總統 但是議員可以直接 跟總統參選人直接來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新聞在哪裡 攝影機就在哪裡 攝影機在哪裡 政治人物就往哪裡去 所以今天現場還有直播 所以大家都想要亮相 不過我們今天仔細來看一下 就是韓國瑜他進行了 一個小時的施政報告 到底講了哪些內容 他第一個主要講出是要 打造高雄成為全台首富 特別有一個他說 要打造高雄成為四個第一 包括一座國際大機場 還有一個完整的捷運線 還有一個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以及一個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當然他就是這個報告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在注意 鳳馨你覺得他今天韓國瑜 整個第一天的總質詢的表現 你給他打幾分 我覺得他的分數 當然是民眾來打 不過基本上是說 今天這一個場景 大家也不用覺得很意外 反正現在政治明星在哪裡 新聞記者就在哪裡 而新聞記者在哪裡 政治表演就會在哪裡 然後政治表演 就會吸引所有的媒體 再繼續的湧入 而且時間其實並不會拖到五六點 通常來講 早上表演完了之後 下午就育症乏力了 因為早上一表演完了之後 通常來講那個10點鐘 11點是黃金時段 這個時段一表演完了之後 接下來整個下午 就是一直重播 一直重播 所以你看到 早上的那個打架 為什麼要一直持續下去 因為那是最精華的 他就會一直連播到明天的早上 24小時 這時候你不表演 未來24小時你通通都 你任何的表現 通通都忘記了 當然現在高雄市議會 他是用籌錢的 其實任何的民意機構 他都是必須要有限度的 你不可能天荒地老的 然後所有的立法委員 所有的議員 全部都問一遍 這個是各個議事場 都會有的一個規定 一個規矩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限制 不是為了說議會的人要下班 也不是為了某某人要下班 而是說你這樣子的 天荒地老的問下去 你不會有任何的效率 那以立法院來講 立法院 其實世間議員也當過立法委員 那麼立法委員就是 每一場他們就是排隊 所以如果今天 今天假設說國防議題熱門 比如說當年陳水扁 他要質詢那個國防議題 然後郝伯村會去立法院 那時候當然不是 還不是這個院長的時候 他就要一大早 他們那時候是五點半就在 就要去排隊了 五點半 有 新聞上常看到 很多人在排隊 甚至有更早的 那就要去排隊 為什麼要排隊 其實理論上來講 有興趣 因為委員會有興趣的話 可能就是七八個立法委員 為什麼七八個立法委員 我一定問得到 那我為什麼還要去排隊 因為我不排第一個 我就沒有畫面 我就沒有新聞 選民就看不到了 但我覺得現在的情勢又跟 就是早期的不太一樣 其實我覺得 這跟四年前的情況比較像 四年前柯文哲 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全台灣的電視媒體 只關注台北市議會 連立法院大家都已經不關心了 都被冷落了 對 都被冷落了 那四年前大家最關心的 是台北市議會 那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就是有粉絲的出現 你會發現說台北市議員 在上面質詢的時候 底下是直播的 然後直播完了之後 就開始就會有粉絲 不是任何政黨的議員來護航 是粉絲護航 所以間隔有粉絲 不是這樣 不是 那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是科粉攻擊議員 對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只要有任何議員 然後去攻擊柯文哲 不得了 這個時候下面就不得了了 排排 我覺得今天 韓國瑜當然有一點 也是很不一樣 就是他會有韓粉 直接到議會的門口 然後去下馬威 所以我覺得這個粉絲的出現 對於台灣的民意代表的 這些政治現象 會出現很大的改變 我們接下來請教一下 世間醫院 我們看到今天整個 韓國瑜一個小時的質詢 事實上他講一個小時的時候 突然被一個民進黨議員 被打斷了 他就嗆嗆說 市長你講太久了 你覺得今天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的戰力 到底怎麼樣 你的評估 戰力是十足 不過因為同樣身為議員 他們是高雄市選民選出來 大家八官八官 我尊重他們 那我相對 我也認為今天 高雄市因為有打架的畫面 其實動手的就是不對 尤其先動手的 我認為我們各個地方議會 跟立法院所有立委一樣 大家不分政黨各施其職 互相尊重 我希望這八個字 應該是大家都共同認同的 剛剛講韓國瑜的分數 其實韓國瑜有 今天他有70分以上 但是別忘了他先前 這九個月來 在高雄市長的表現 說實在話是不及格 而且死當 所以這70分怎麼給 那30 40分要進到90分 進到70分其實滿容易 現在第二階段 70分還要再拉抬 比方說像我先前 我批評柯文哲說 忘之不是人均 前幾天趙少康也期望 韓國瑜說你要忘之是人均 所以你看韓國瑜今天 以表後就端莊多 他自己的神態 也確實比較端莊自若多了 對 內容也是非常完整 內容的部分 可是怎麼會被打斷 內容這麼完整 他可能這幾天有禁酒了 有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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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就是 不要亂批 當然也可能剛好相反 因為有的人血液中 酒精能度到一個程度 記性才會特別好 這也說不定 但是他今天講的 這些高雄市政說實在話 那也一定非常專業的寫手 不管是寫手 國師級的怎麼寫怎麼好 這都其次 確實那個內容是不錯 但是我就把五年前 柯文哲第一次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到議會的時候 我送他的那個東西 我如果今天我是高雄市議員 我一樣會送他 就是說我五年前 柯文哲第一次進到台北市議會 我送他一個本機跟一支湯匙 本機跟湯匙 我希望他放在台北市長辦公室 我希望他每天看著這個字型 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政不再多言 要多做少說 而且要說到做到 不要說做沒一天 說到整個本機 今天韓國瑜確實講得很不錯 但是這就是說到整個本機就對 但是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你這九個多月來的 其實在高雄市政 其實做差不多一天 說到整個本機這個不好 至少他今天 至少他今天這本機他有說出來 所以菅哥其實某種程度 也是有在肯定 這個就要六個字 其實你要知道 我對韓國瑜是六個字 愛之聲 責之謝 好 市政議員 如果他有三分稱讚韓國瑜 然後沒有七分罵的話 他會被民進黨除名 對 他會被民進黨 粉絲去責備 那我們收到菅哥的善意了 另外大家都在講說 民意代表要拿到美光燈的焦點 希望所有記者都圍繞在旁邊 他們這樣看起來才有政績對不對 其實有一個人 他也完全不敢寂寞 那就是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弘怡他上了這個節目的專訪 有主持人就問他說 如果韓國瑜當選會怎麼樣 大家要吃安眠藥 他說 我跟你講 安眠藥這個東西一定會缺貨 要先去囤積安眠藥 司剛 像柯文哲講這一些話 你是台北市議員 你的感覺是 我今天好像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台北市的安眠藥用量 是全台灣最高的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是大家對於柯文哲現在的施政 擔心的睡不著覺 我想到明天的市政會怎麼樣 大家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眠 我覺得不要這樣酸 不要這樣酸 人都有第一次當市長的時候 你第一天在當市長的時候 大家也很擔心你做得好不好 那時候講的酸鹽酸魚也是很多 別人送你一塊錶 你說是破銅爛鐵 那更不要講很多侮辱女性的話 反正都過去了 反正都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回頭來看 就是他今天作為一個市長 跟一個黨主席 其實他每天分層也很多 你不要看我覺得他現在每天 基本上扮演的都是一個 政治評論員的角色 名嘴 名嘴的角色 要不然就是想辦法去買門票 今天想摳摳送主席 下禮拜你們碰個面 然後我手上到底有哪些人 盤點一下 可以作為不分區去吸引選票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也是一心多用 真的也是一心多用 所以你去酸韓國瑜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的意思 更何況你現在的一些市政 我覺得滿意度也不高 也不高 你說像我演考會 明天就要質詢演考會 我們也要問他一下 你從這一次的這幾個月 這一季 因為他是一季做一次 我明天就要問我們演考會主委 你這一季的成績怎麼樣 拿出來看一看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部分 坦白說 他的市政成績 也是讓大家要去買安眠藥 才能入眠 更況有的時候 恐怕還要加點什麼 加點這個 加點興奮劑 加興奮劑 市政議員 如果柯文哲去選總統的話 你要不要買安眠藥 我覺得柯文哲很沒有醫德 說實在話 鎮靜劑也要 安眠藥也棒 我覺得他一直在講這種東西 其實這就這樣香菸 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畫面都應該要打馬賽克 同樣的話也是 我今天市警局來台北 來議會報告 說我們台北市自然怎樣的 數字片 我們台北市詐欺案 大概最多的 全國第一 這個難怪 因為市長每天帶頭在欺騙 所以台北市詐欺案會多 同樣的 一個這麼瞎的市長 每天講這麼瞎的話 難怪市民會育竹 會想要吃安眠藥 我是覺得這樣 柯文哲每天 進講一些五四三的 我簡單四個字講 這叫言不及意 就是說柯文哲你胸無點墨 你吐不出象牙就算了 你至少你不要每日一句 然後扯東扯西言不及意 我們沒有要求你市長 一定要自治朱基 但是你好歹 你就不要胡言亂語 所以我早就勸柯市長說 要不你就謹言 要不你就閉嘴 好 OK 從柯文哲我們談到馬英九 今天有傳出消息是 馬英九接下來不幫韓國瑜 來站台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馬伴 他們釋出了一個消息說 接下來可能會評估 要審慎評估 是不是要讓馬英九去參加 韓國瑜的造勢場合 因為他們說他的理由是說 要保護韓國瑜選情 為最高原則 當然韓辦也有回應 就是說他們非常理解 馬總統的用心 韋漢你覺得接下來 這個所謂的馬粉跟韓粉 還是水火焦不容嗎 這邊還有爆爆爆爆這個還在 沒有這個爆爆還在 這好幾個階段 9月8號當天發生的這個 我還沒講還 我還可以再講嗎 事件之後 我就把這個事情點出來 對 這個時候有人覺得說 好了 馬英九不就是2016 丟掉國民獎政權的人嗎 還講他幹嘛 講個落落等 上台的時候沒有拍手 聽到後來聽不下去了 我們要聽韓國瑜講你自己 什麼這個 自己的政見怎麼樣 不愛聽 不想聽 我當時就已經講了 我一開始就點出這個問題 就是 傷的可能是馬英九的心 但是傷的也是韓國瑜的選情 這很重要 那後來可能韓國瑜也意識到了 里長會面那一天去等 那等半天兩個人居然 在同一個空間可以 我看不見你 你看見我 擦身而過 不是才一前一後 對啊 就是同時在五樓同時出現 但還可以沒有遇到 最後是這個 就是台商的秋節 的這個聯誼會之後 再爆爆了 那馬英九我跑他20年 20年 你哪有那麼老 對 20年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像金融小說裡面的 郭靖那樣的人物 對 就是說他不太會變通 然後也就是中黨愛國 那他愛的黨當然是國民黨 所以當國民黨的這種參選人 是韓國瑜的時候 他絕不可能 也沒有這個意外的 會不幫韓國瑜 你事後再倒過來檢驗這個事情 他真的幫韓國瑜還幫滿多的 你看他怎麼 他怎麼跟郭台銘不會 馬英九最多 你說站台是不是 這個我們進入主題來講就是說 如果馬英九再去幫韓國瑜站台 而韓國瑜也沒有辦法約束 有人要虛馬英九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還是再上韓國瑜的選情 所以現在講說 可能未來未必會去幫韓國瑜 站台的這個考慮 不是說我生氣了 所以我不幫你 而是說如果那樣子不是幫你 那我是不是說先暫時 不一定這麼做 只是說可能未必會幫韓國瑜站台 也不是說以後你就不要來找我 大家去看 在這個事情之後 所謂的洗臉事件之後 馬英九後來傳出他跟郭台銘的 那一場貴面 郭台銘跟他講說你不要去 他還講我不行 我化成會都要挺國民黨 韓粉們可能這時候感覺又不一樣 我們當天應該讓他再多講一下 不要虛他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政治就是這樣 就是政治其實朋友要多 敵人要少 只要能夠讓馬英九化他的心結 短期內沒有站台 我相信這是方向 因為站了以後也很難去掌握那個 但是在選前如果能夠找來 或者說馬英九去了以後不講話 都是有可能的 現在台灣的外交出現一個數字密碼 就是3752 就是在三年之內斷七個國家 那麼在這個月有 在短短的五天之內斷了兩個國家 那麼是不是今天國安會又再度的暗示 可能在年底之前 台灣還會再失去一到兩個邦交國 現在斷交到底是一個國難 還是又被蔡英文撿到槍 變成了他的選票呢 稍後回來我們一起來探討